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美国《华盛顿邮报》3日披露了一段 总统川普与乔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的通话 指控川普威胁对方凑出足扣票数让他逆转胜 拜登的高级顾问鲍博布尔 迅速跟进回应称 川普的做法显示在施压乔州州务卿 这是袭击美国民主 不过保守派媒体极限新闻 随后的报道还原了通话议文 称川普要的不过是诚实计票 并没有施压 与此同时 川普3日在多条推文中回应了相关报道 极限新闻的报道指出 当时参与通话者还包括拉芬斯珀格的律师杰曼尼 白宫不了长梅多斯 以及川普竞选阵营律师密切尔等 并非只是川普与拉芬斯珀格间的两人私下对话 通话中 川普举出诸多重复投票 死人投票和其他选无异常 但拉芬斯珀格与杰曼尼 反驳川普所取的异状仅为少数情况 且多已在调查中 不过川普坚称他在11月3日赢得乔治亚州 却因普遍的选无违规进而失去胜利 报道指出 华游报道称 川普不断要对方弄出翻盘根本是不实指控 因为通话译文显示 川普不过要求城市计票 因为如此他就能多拿11000票从而胜出 根据整理一文重点 包括川普提出乔治亚州有数以万计的人 11月3日去投票时被告知无法投票 因为记录显示他们的票已经被投了 川普指出 就我了解 我相信约有4502个 根本不在选民登记册里的选民 竟也投了票 川普还告诉对方 乔治亚州出现4925个别的州的选民跑来投票 并有将近5000张死员投的票 零零总总的选无违规加起来 就有不下30万张不实选票 但他只需要11000票就能赢 作为当事人的川普总统 在3日的推文发布回应 我昨天与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 谈及富尔顿县和佐治亚州的选民欺诈行为 他不愿或无法回答 诸如桌子底下的选票骗局 销毁选票 外州选民与死者选民等问题 他没有头绪 我们正在谈论的摇摆州的投票数非常大 完全决定了投票结果 川普在推文中表示 摇摆州甚至没有遵循其州议会的命令 这些州的选举法是由地方法官和政治家 而不是其立法机关制定的 因此甚至在涉及违规和欺诈之前 他们都是违反宪法的 当事人之一的乔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 当日发推称 川普的说法不正确 他写道 尊敬的川普总统 你说的不对 真相将会出现 另据美媒门户专家报道 拉芬斯珀格的团队把电话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 该报于隔日发表了一篇 关于总统电话的热门文章 川普3日已经对拉芬斯珀格 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提起诉讼 还有媒体报道 根据乔治亚州法律规定 任何在私人场所发起的谈话和通话 如果没有征得另一方同意 私自录音是违法的 乔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为什么这么做 还把录音披露出来 原因目前不得而知 自美国大选以来 一个由科学家 工程师和机器学习专家组成的数据诚信组团队 一直在努力调查 2020年大选中是否存在数据被操纵的问题 根据该团队对宾夕法尼亚州选举数据的调查 发现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 川普总统的43.2万张选票被删除了 根据数据诚信所的最新调查 发现在宾州的15个县 都发生了支持川普的邮寄投票 或当天投票被删除的现象 根据按照时间排出的选举数据 在多个时间点 川普的选票在各个县竟然出现了奇怪的递检现象 而不是正常情况下递增 数据诚信所团队表示 选举日选票被删除的15个县包括利哈伊县等 同时在阿勒格尼县 切斯特县和利哈伊县还发生了 邮寄选票被删除的情况 两者相加包括 213707张选举日投票 和218409张邮寄选票 总共至少432116张 投给川普总统的票被删除 据数据诚信组的成员 琳达·拜克劳林介绍 所有候选人都有票数浮动 但是像川普总统这样的检票模式 我们没从其他选举人那里看到 而且这种情况反复发生 却没有任何解释 目前该团队的数据科学家 已经分析了包括 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在内的选举数据 他们对乔治亚州的分析结果是 3万多张川普的选票被删除 还有12173张川普的选票被转给拜登 该团队表示 数据证实的计票错误确实存在 无论是机器还是人为的都是错误 都应该通过法征审计进行全面分析 并找到答案 此前在大选投票制表过程中 制表结果通常会被发送到州务卿办公室 然后数据还将通过爱迪生研究与媒体共享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数据诚信组所指出的错误 但爱迪生研究承认 确实发生过单独的报告错误 在一个网络流行的视频片段中 在CNN直播的现场选举之夜 人们看到在30秒钟内 1万9958张川普的选票被转给了拜登 爱迪生的执行副总裁罗布法曼也承认 这种转变是因为一个团队成员把两者颠倒 美国联邦参议员大卫·珀杜三日表示 他鼓励共和党同事在1月6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 反对认证拜登获胜 综合报道 珀杜三日告诉福克斯商业主持人马利亚·巴蒂罗莫 他已经同意反对 珀杜说 我同意这样做 不过珀杜加盟大选挑战技术上的问题是 他要在1月5日乔州参议员补选获胜 并得到批准之后 才能获得最终认证 但他鼓励和支持参议员同事们去提出挑战 他称这是美国人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 1月3日 在刚刚连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之后 美国联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表示 他支持在1月6日举办国会联席会议时 挑战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麦卡锡3日对国会删报表示 我认为我们进行辩论是正确的 现在已经看到参议员要反对 众议院也将反对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改正选举的问题呢 目前还不清楚 麦卡锡是否会成为众议院的大选挑战者之一 1月2日 以克鲁兹为首的11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宣布将挑战选举人票 1月3日 克鲁兹在福克斯新闻中表示 现在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10天时间 我们应对选民负责 对宪法负责 确保此次大选合法 近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传出身体不适进行手术的传闻 但中共官方随即透过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 参加农村工作会议 以及与普京进行视讯会晤的画面否认这个谣言 有评论者认为 这仍然掩饰中共党内权斗的各项传闻 习近平并未开刀的传闻固然是谣言 但很难排除这也是中南海影射出动的手法 台媒关键评论网4日刊发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张宇韶文章称 随着习近平于19大后垄断中共内部关键政治权利 美中经贸大战开大 这位总书记的健康问题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文章说 领导人的健康问题向来是极权体制的敏感议题 因为在这种权力运作与接班过程欠缺制度的人事环境中 这类议题往往是大规模腥风血雨动争的序曲 文章指出 现今许多中国研究专家以决策评乏 形容中共权力过分集中欠缺分权问责的问题 他们质疑习近平可能没有能力与体力 正确处理好中国内外交迫的各项问题 因此引发过去的江西人马与习迪系之江新军之间 习与总理李克强之间的不断交锋 前者往往在近年来习以国际民退为由 整顿青江富豪有关 后者则是从李克强在经济政策发言的针对性得到解释 李克强显然不太情愿替习路线通盘背书 文章还指出 从苏共与中共党史看 领导人病危与去世往往都引来大规模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危机 文章最后总结 有关习近平病危开刀的传闻固然是谣言 但很难排除这也是中南海引蛇出动的手法 是要看看在消息扩散时 是否有人蠢蠢欲动进行串联部署或妄议中央 等失态明朗后再来秋虎算账 而这些扬动轨迹 习近平可能是学前中共党魁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当年搞权斗时就成功干过不少类似的举动 中国网媒惠农解说指出 中国肉品近期全面上涨 其中猪肉价格三个月来大涨27.1% 让农民皱起眉头 很多人问 年前肉价是不是降不下来了 吃肉难以自由了 不仅如此 玉米价格也已经脱僵 鸡蛋 小麦 大麦与稻米也经经涨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北京当局春节前 平易物价的措施似乎失效 据官媒 中国粮价持续上涨 其中玉米涨势最猛 在山东 每吨玉米突破人民币2700元大关 美金最高涨到1.39元 逼近1.4人民币历史记录 不仅羊价 各式肉价也飙涨 除猪肉价格外 今年羊肉价格可谓涨出了新天际 熟羊肉涨到美金70元 较往年贵了10-15元 猪羊的涨势也带动牛肉 鸡蛋与鸡肉上涨 尽管官媒新华网宣称 物价基本稳定 肉类价格有涨有跌 但北京市民刘勤就表示 万物齐涨 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他说 牛肉也涨价了 蔬菜也涨了 现在没有两元一斤的菜了 老百姓现在是雪上加霜 第一没工作 第二物价还涨 这是疫情闹的 而且不知道疫情究竟哪天停止 北京市民郭立受访也表示 企业紧缩开支 裁员 是使许多人遭遇失业 收入锐减的问题 许多原本月薪一两万 或三四万的上班族 现在已减薪至三五千 甚至一两千元 有些人更是被辞退 在这种压力下 什么都感觉贵了 目前很多人都抱着 能省则省的心态度日 即能省则省 能不讲究的就不讲究 中纪委4日最新公布 4名地方官员和国企人员 落马的消息 包括重庆市前副市长 兼公安局局长邓辉林 青海省前副省长文国栋 中梁集团前总会计师 洛家芒 及首艘国产航母 严治总指挥 中共航驳重工集团 前董事长胡卫明 通报中指 邓辉林因严重违纪违法 而被双开 即开除党籍和公职 并批评他丧失理想信念 毫无四个意识 背离两个维护 参与在党内搞团团活活 捞取政治资本 热衷政治投机 妄议中共中央大政方针 搞迷信活动 并违规收受礼金 和长期接受宴请 道德败坏 又搞群色交易 干预被围猎 综合陆媒报道 55岁邓辉林是湖北省武汉诗人 曾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2017年时调到重庆 不过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这个头衔重见落马 引起不少瞩目 2012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 王立军牵扯海伍德命案 及薄熙来案 后司逃至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被认定叛逃 王立军一案在当时海内外都引起不小风波 一个多月后 当红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 而邓辉林与当年的王立军坐在同样位置上 如今遭到双开 不免引发外界遐想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